果然艺术来与于生活 周星驰电影中那些让人笑到喷烦的名场面 原来都是真人真事改编的 我们都知道 古德昭是周星驰的御用编剧 作为星野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他曾创造出许多经典电影桥段 就像是唐博夫顶旧箱中的画幅门前笔惨 据说这一条段就是来自于他坐巴士时的一段经历 那天下着雨 古德昭坐巴士回家 车里边没开冷气很闷热 紧接着上来两个人 看着像是刚踢完球的样子 因为双脚湿透 所以就脱了鞋 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接下来竟然在比谁的脚臭 不仅是古德昭 车上其他人看见这一幕也是暗自偷笑 所以后来他就把这段改进了剧本中 变成了唐博夫未尽画府 要和梁荣中比谁更惨的情节 果然来源于生活的故事更能触动人心 唐博夫顶旧箱上映后 这段比赞桥段成为了电影的经典名场面之一 而和星爷演对手戏的梁荣中 也是借此火了一把 要说古德昭对唐博夫顶秋香的贡献 那可不止这一点 片中经典角色对穿长也是他的点子 因为拍戏前晚 古德昭无一看见一些对联 觉得很有趣 于是第二天 他就把这些讲给星爷和李力池听 虽然一合计 觉得既然武斗观众们看多了 那这次索性不如搞点文斗 他们说不如武斗就看得太多 文斗好像少 那就不如文斗吧 本来想让武斗演员刘家辉一起演了 但对方觉得不合适就拒绝了 古娜最后只能有古德昭亲自顶上 虽说不是专业演员 但好在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古德昭也凭借这个角色声名大振 很少有人知道 《喜剧之王》中有一个桥段 其故事原型就是来源于田姬田启文 还记得电影中有一段隐天愁演死尸的画面吗 本来开始演得好好的 但娟姐因为害怕蟑螂 演得现场一片混乱 躺在地上的影天愁 因此被无辜暴打 可她还是一动不动 之后娟姐问她为什么不躲开呢 影天愁的这番话让现场人员目瞪口呆 娟姐也是毫不吝啬地表扬了她 电影中影天愁最后获得了娟姐的赏识 还得到了和她一起开工的机会 电影外这个事件的原型同样也获得了周星驰的赏识 其实最初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这段戏是星爷自己夸自己的 但后来经过了解发现这其实是田启文的尽力 当年在拍摄九品芝麻关时 有一场周星驰吴梦达在停事房找证据的戏 当时周星驰玩心大发就想整股田启文 星爷用晾衣服的架子解开田启文的裤子 连续加了好几个田启文都没反应 周星驰整个就很纳闷 戏演完之后他忙问田启文 难道不痛吗 不料田启文说 痛啊但导演不喊咖 我是不能动的 我都已经没爱咖了嘛 没跟着 如此敬业让周星驰认真打量起眼前这个人 随后他就叫田启文 从明天起开始跟他开工 从此田鸡就成了周星驰的助理 而因为这段经历让星爷印象深刻 所以后来在拍摄喜剧之王时 他就把这段故事加入了电影中 周星驰的电影大部分是以搞笑为主 这就导致很多观众都认为 他电影中的梗是虚构的 但其实有很多情节都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 在电影破坏之王中 就有一场恶搞当时娱乐圈时事的戏份 片中众人都在排队等着买张学游演唱会的门票 旁边还有小名媚团体在为偶像打call 此时突然有一个大叔冒出镜头 高喊我爱黎明 没想到韩文之后 就被张学游的歌迷一顿狂揍 大家看的时候可能认为这只是个搞笑梗 但其实这个情节是改编自现实事件的 1993年明报曾举办过一次歌手大赛 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选手 分别是黎明和刘德华 可还没等宣布比赛结果 就有小刀消息传出 说是冠军已经被刘德华内定了 这就导致黎明的粉丝十分不满 进而与刘德华粉丝大大出手 后来还是明报创始人金庸先生出面 将奖项颁给了张学游 此时才得到了平息 后来张学游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特意表达了希望粉丝们理智追星 因为他自己亲眼见过 谭永林和张国荣粉丝之间的骂战 所以这次不希望再看到 他们四人的粉丝像当时那样 大家不要再有同一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每一位歌手 无论得到奖或者得不到奖 我相信他们都付出过很多的 最后在他的提议下 四大天王同台合唱了歌曲《朋友》 而这段发言也成为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周星驰在电影中引用这一事件 其实也是在讽刺某些粉丝的激进行为 追星没有错 爱自己的偶像也没错 可是如果你爱的方式伤害到了其他人 那这份爱显然就不纯粹了 所以在此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智追星